再来关心每年6到10月是缅甸的雨季 而今年在仰光北部的莱古市 就有将近三成的村庄都有淹水的灾情 而7月底西之宫前往其中两个村庄来进行关怀 同时也为乡亲送上物资还有应急金 进入雨季的缅甸 从城市到乡村 几乎都免不了要面临大雨的威胁 位于仰光北部约45公里的莱古市 从7月中旬开始也因连续好雨而造成严重水患 水淹两个星期后 慈激志工接获消息立即前往当地看灾 由于雨势持续 当地大水未退 志工只能搭乘三轮车或小船 进入灾区勘察 面对水淹家园的惨况 单亲的艾艾玛满脸无奈 只好带着两个孩子投靠娘家 志工勘灾后的隔天 立即备妥了白米 食用油黄豆及应急金 前往灾区较严重的两个村子 进行发放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